新北市養工處副處長蔡依懷 又來到工頭化工物的時間了 我是新北市養工處副處長蔡依懷 今天要來介紹什麼工程呢 我們可以從我的後面看得出來 我們的成爐橋往五方向呢 主橋段有兩個汽車道 兩個機車道 在下橋引道處速縮 成為兩個混合車道 訴說之後會發生什麼問題 交通的交織打結 所以過去有非常多的一些交通事故 在這邊發生 新北市政府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在去年的111年6月 順利開工 進行這樣的一個做法工程 首先維持現有的交通功能 是最重要的工作 周後路是我們未提到 往市區裡面重要的一個平面道路 所以我們必須藉由 五谷體健公園的空間 先把我們的周後路臨時打通出來 讓我們的車輛 能夠在施工過程的時候 前往我們的五谷方向 那另外呢 在我背後有一個成德路橋 它的橋墩 原來坐落在我們的 拖寬的動線上面 因為未來我們的行人動線 會往我們的五谷體健公園方向去走 所以它的橋墩基礎 以及橋樑的結構 也必須勢必往我們的 體健公園去做延伸 我們的橋樑下引道部分呢 將會維持兩個車道專用使用 另外機車扣寬段的部分 我們會給它三個車道 包含一個左轉專用道 以及兩個直行車道 緊接著我們的周後路呢 我們會恢復成平面道路使用 恢復之後 我們也會將我們的人行道 以及我們的水溝的部分 做一個整體的恢復 原來跟我們體健公園 所借用的臨時的周後路呢 將會恢復成體健公園使用 屆時我們拓寬段 平面段 人行專用步道 以及我們的體健公園 將會做整體性的一個完善的改善 沈鹿橋這個工程其實它比較辛苦的地方 在於我們的主橋段跟沈德鹿橋的吊裝 吊裝的過程大概接近一個禮拜 每天我們為了避免影響到 上下班尖峰時段的車流 所以我們都是選在夜間施工 就是晚上十點到隔天早上六點 在這段時間我們要完成 公路的交通維持布設 吊樑的工作 再到六點之前我們要全部撤搜完畢 讓上班的人可以準時使用沈鹿橋通行 你幾天沒睡覺啊 六七點 所以其實我們沈鹿橋的工程 或許大家看起來覺得沒什麼 在背後隱藏著我們各個單位 各個同仁的努力辛苦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努力呢 能夠帶給我們的新北市民 更方便更安全更便捷的一個交通建設 邦鳳 我們是不是給自己一個加油好不好 讚